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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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的文明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主题是一直非常吸引人的 也就是超自然 那到底他们能不能用科学 这是他们的存在 甚至于我们在更新 而上去问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 是很多人都在意也在乎的问题 那艺术家 科学家 想方设法地去探索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探索里面呢 还是文学家最有趣 那我手上拿了这本呢 《武士兰大戒》的这本《魔女》 它就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漫画集 那这本漫画集呢 它曾经得过日本文化厅的大赏 那文化厅大赏代表就是说 这个作品是代表日本文化 然后向海外来发声 那《武士兰大戒》这本《魔女》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物 有点像我们现在在看那个韩国电影的 那个《魔女》的首部曲跟二部曲一样 就是有一些女性 她因为她体内的某一种天赋 或者是外界的力量介入之后 她变成另外一个人 但她变成一个以往不同的人的时候 那社会会怎么看她 会怎么样看她们这些女性 我们会把它界定成魔女 在历史上圣女贞德也是一样 那因为她直接跟大天使米加勒的对话 然后受到了天启 在草原之中找到了一把剑 那她就在用了这把剑 率领着这个法国的军队 击退了入侵的英格兰的 这个他们的像是野蛮人 那结果呢 当时后来因为阴阴法要够合 所以就将这个贞德把它烧死 她用了就是巫女 用魔女这个罪将它烧死的 所以在五十兰大街的魔女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故事 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思考 从这个上古时代的魔女 到近代乃至于到后现代 那不同的思考层面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力量 或者是在世界里面 就是我们一直隐藏的 这种阴性的这种能量的觉醒 那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对白 关系到的是人 还有这个人的情绪 例如说憎恨 恐惧 在这一切我逐渐变回原本的我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慢慢慢慢地 变得像自己或者是不像自己 与其我们想象它是跟魔女有关系 它更像是就是一个一趟旅程 在文化标签 在社会的这种捆绑之下 人要怎么样去自我觉醒 这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议题 它也是男性的议题 那除了《武士兰大界》之外呢 想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本 这本书呢实际上是诸尔米歇勒 在19世纪的时候写下一本非常有名的 社会学跟人类学的文化的剧作 那在以前学校只要我们念历史 然后读到魔女或是女巫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一定要读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女巫》 那它在历史上它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在19世纪之前 有一本书叫《女巫之锤》 教人怎么样去辨认这些女巫 然后呢怎么样去检定她们 到最后怎么样去告发她们 到最后要怎么样猝死她们 但是呢文化学家跟社会学家 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这些女性也许她们是特立独行 思考不一样 那甚至于呢也许她们就是 精神上有了困扰 生病 那社会呢用一种 又一种异样的眼光 来看待这些脱离常规 脱离父权社会的女性的时候 就把它定调成《女巫》 那这本书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的方式 从不同的角度去告诉我们 《女巫》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那在现代文明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定义她 那我们超脱了《武士兰大戒》 跟这个诸尔这本《女巫》之后呢 最后呢一定要看这本小说 这本小说呢 是我在2022年读过最有趣的小说之一 叫《女巫色西》 色西呢它是在希腊神话里面 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 那如果我们看就是希腊的创世神话 乃至于是奥德赛 他们在流浪在地中海流浪的时候 他曾经就漂流到一个岛 然后《女巫色西》 曾经将奥德赛的船员全部变成猪 那但是呢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特别 把神话中间的空白串联起来之后 原来他跟普罗米修斯 他跟奥德赛 甚至于他的他的子女美迪亚 然后还有包括了像是 希腊神话里面的牛头人生的米克诺斯 像这些麦诺斯这些怪物 全部都跟色西有关系 那我们看到的呢 是一个拥有天赋的人 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怎么样逐渐认识自己 然后变成他自己 虽然他是讲《女巫色西》 是个神话故事 但是实际上呢 在当代的社会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认识 那这些所有的书里面呢 用《女巫》 用《魔女》 实际上代表了就是说 拥有特殊能力的自己 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 而社会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更多有趣的读书资讯 喜欢这支影片吗 现在就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让青春爱读书的好消息告诉大家